打造最强音乐平台 WSM 还声娱乐 缘我会择火箭 带你到天空去 在太空中两人住 活到一千岁 都一半三聚 由你在身边多乐趣 共你相生地 好得气好得意 地南天崩荡行事 就算翻风雨 只需看到你 只见阳光千万里 有你开心点 什么都清心满意 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我与你永共追 分分钟需要你 你像是阳光空气 扮静点佳因你 垫垫地佳因你 为你甘心作琐事 扮下声声叫 看到什么都笑 看到什么都笑 又你在身边多乐趣 若又照失了你 怕开到不眉 远到放到去 长住 做个假的你 天天都相对 对木头公仔 对木头公仔 做起 有了你开心点 什么都清心满意 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我与你永共追 分分钟需要你 你只是阳光空气 我与你永共追 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我与你永共追 分分钟需要你 你只是阳光空气 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有了你开心点 什么都清心满意 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我与你永共追 分分钟需要你 你只是阳光空气 有了你开心点 咸鱼白菜也好好味 我与你永共追 分分钟需要你 你只是阳光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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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人真的互相需要 是的 但有时一个人在图上的时候 真的有些孤 孤直的感觉 孤单 但有时有朋友陪住的时候 热闹的同事又需要妥协 是的 所以适当地保持距离 每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份热情 分分钟需要你 有点你开心点 我喜欢这首歌 因为我喜欢吃咸鱼 是吗 是的 咸鱼很好吃又很香 尤其是梅香咸鱼 这是我们古老人喜欢吃的东西 一来就说吃 即是你很饿 肚饿 我们今天说些什么好呢 咸鱼 也好 咸鱼真的很大学问 有草包咸鱼 有梅香咸鱼 很贵 不要说很浪 浪费越说越肚饿 OK 我们今天说些 咸鱼其实要经历时间 才可以 才可以酝酿出来 对不对 还有它经过的时间 处理得越好 它出来的效果就更好 就好像古迹一样 更梅香 是的 好像古迹一样 即是越古迹就越有味道 我刚才说的就是 一个人在图上 对于你来说你常去旅行 是的 是不是多数一个人在图上 是的 但我喜欢一个人在旅行 我喜欢一个人旅行 至少我要做的事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我又不想阻止别人 所以一个人去旅行最好 你一个人做的事 包括什么 什么都是 自己去吃东西 看电影 买东西 我最喜欢逛街买东西 就是一个人 你喜欢的东西 人家未必喜欢 人家一给意见 你觉得自己好像被人 是的 你喜欢驾驶 我又喜欢一个人驾车 就是喜欢一个人驾车 到处去 不是一个人驾车 是两个人可以一起驾车 即是不需要有人在旁边 我以为你可以两个人驾车 又可以两个人驾车 旁边的师傅就两个一起驾 OK 是 你有你的风格 今天坐在我旁边的暗邦旭丝 但做节目 我就一定需要你了 我才知道 唱歌的时候就够了 不过你衬手试也衬得漂亮 是吧 真的 那條頸捏襯,手捏襯,沒得談,沒得等 搶了多久? 搶了多久? 不斷撿起來就戴上去 你說你喜歡自己一個人 去每一個地方 你會不會知道 好像近年大家都喜歡拿著手機來打卡 你會有些地方你一定去打卡? 有的,會的 你對上一次打卡在哪裡? 我上一次去的地方就是泰國 我泰國經常去,那裡都很少打卡 好,行,行,行 不過其實說到我們去不同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都會 隨意拍照 不是,有些人特地專程去那個地方 去拍一張相片或者去經歷 就好像有很多朋友來香港一樣 他們第一次來香港,他們一定會 可能在我們來講是一件尋常的事 但在他們來講是一件很難得的事 譬如等在維港那隻帆船經過 是啊 那隻帆船是很緊的 不斷去,不斷去 但是同時一定要上山頂 是啊 是不是? 又或者… 每次每次,我們去別處都一樣 別人那些,在這樣的地方 我們在這裡猛打卡,別人都笑 我覺得最重要是自己享受 不過其實原來講到香港 在我們緊密忙碌的生活裡面 很多時候我們真的錯過了很多東西 有時候坐下來,譬如聽你這樣說 談閒聊的時候 原來有些地方我都沒去過 聽就聽就多 譬如說,香港有一盞很出名的煤氣燈 是啊,在都爹尼街 1883年1886年 那就是香港唯一的煤氣燈 因為香港現在的燈全部是電的 但是那裡是用煤氣的 所以有些人都會去那裡打卡 但同時… 其實我也會,那裡我都沒去過 哦,其實他們的家也不是很遠 五個字,走下去 但是現在現成,站在街上那盞煤氣燈 其實是重新再造的 是啊,因為打風那時候打爛了 是不是2018年的時候的事來的 2018年是9月,around 9月 因為那時候打風 哦,ok 但是除了那盞煤氣燈之外 香港… 那裡附近,都爹尼街附近 就走回碎雲涵街 一路過一路過,就是荷里活島 如果荷里活島 那裡口口就有個大館 就是以前的警察總部 嗯 我想很多朋友都去過大館 那裡有法庭,又有監獄 嗯,就是以前的荷里監獄 是的,荷里監獄 但是現在呢,它就… 相整個範圍都是一個古籍 嗯,嗯 那裡有很多寫字樓 現在變成一道很漂亮的餐廳 嗯,嗯 特色餐廳 嗯,嗯,嗯 那裡應該… 如果大家未去過,真的應該去逛逛 嗯,嗯 知道我們香港有很多古籍 是啊 其實你講到這些古籍的時候 都要提一提的 就是說呢 經常大家,我們都想破舊立新 有時候有些事情 因為那個時代的變遷 而令到被犧牲 我覺得呢 在這些古籍依然存在的時候 我們會好好珍惜 譬如你剛才所說的那個大館 那裡也是以前的這個中央裁判處 是啊,裁判處 是啊,裁判處 也是這個香港… 即是… 法庭建築物的… 最古老的建築物 是,那裡其實真的很漂亮 嗯 尤其是它分析過之後 就是全部東西都… 大家看到呢 會看到那些圖片 就是真的… 一樣是這樣 拍出來和… 去到都是這樣 親身感受都是這樣 不過有一個地方呢 我是第一次聽的 嗯 即是孤陋寡民 我們世界實在太小了 因為他在香港 是啊 其實在香港有很多 等待我們去發掘 是 無論是人也好 地方也好 等待我們去發現的 是 在哪裡啊 那個地方我第一次聽的 可能對於你來說很熟 那個地方叫金塘帝 是,那個是何金塘以前的家裡 現在就變成… 又是金塘帝 但他叫孫中山… 近你居住的地方 很近 很近 現在叫做什麼 孫中山紀念館 孫中山紀念館 以前叫做金塘帝 現在都是金塘帝 因為他那個整個… 朋友可以看到 那個畫面看到 就是他… 外面有一個牌很大的 即是用石敲出來 就是寫著金塘帝 孫中山紀念館 就是不收入場費的 所以大家… 但是… 有時間應該去看一下 其實… 那裡就是以前 香港的… 名人啊 可以說是… 即是貴族 在香港當時的貴族 是何金塘先生那個… 住的地方來的 不過呢… 即是金塘就是他的名字 是的 何金塘 反而那個帝字呢 我知道… 有一點點的… 有一點點的問號 就是原來呢 那個帝字 所指的就是 當年以前的貴族商人 他們居住的地方 他們的官邸 所以叫做… 金塘帝 即是他們居住的地方 裡面是不是有很多是非的 那時候… 是的… 大伯、兒婆 那些家事我一定不會說的 你喜歡說的 說來聽聽 私底下說給你聽 私底下說 其實呢… 在YouTube都有的 那時候訪問… 他有個館長 是訪問他的 45分鐘 是說得很清楚 金塘帝的來源 真的好 多謝你的推介 有時間去看看 好 一生月的離別 一生月的離別 沒有… 招呼… 另外一生月的離別 要靠來多謝 也不想去看看 什麼時候不想去… 我以前… 追不去.. 我以前… 由於… 你waile… 野… 我家… 我以前聲音… 萬一… 用满面笑容愉快的等待 金色的阳光要我把投胎 温馨的和风替我把路开 轻轻呀轻轻 轻轻呀轻轻 别后多珍重 葡萄成熟时 我一定会来 一世的离别 拥抱着悲哀 短暂的寂寞更需要忍耐 将满怀希望 寄托于未来 用满面笑容愉快的等待 金色的阳光要我把投胎 温馨的和风替我把路开 轻轻呀轻轻 轻轻呀轻轻 别后多珍重 葡萄成熟时 我一定会来 葡萄成熟时 我刚刚听你唱《葡萄成熟时》 当然对于Chris来说 绝对陌生到十分陌生 他以为是另外一首 三名那首 我也以为是 是吗? 你觉得好吗? 需要时间消化 但一定不难听 听着你唱《葡萄成熟时》的时候 我都很幸运你会拿来唱 那我是唱金曲的 一定要找这些歌送给大家 金曲的范围很阔很多 很多选择 因为金曲里面也有一些没那么金 有一些很金 这支金不金? 这支相对很金的来说 就没那么金 都50年了 但我所指的是 其实这首歌又真的挺好听 如果你不唱的话 因为我刚才听你唱的时候 觉得是的 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是流行过这些歌 就是这些这么古老的人 还有一样东西 Chris又弹出那个味道 他跟我们多了 他都变成了老人精 不是 开阔了他另外一个层次 没错 当新歌不顶 将来唱金曲的音乐领班 你记住 Joe你一定要健康 大家都要 一定要健康 如果不是的话 没什么人会唱这些歌 真的 我不是对你说 多谢 是要唱的 因为这是香港流行音乐的发展 里面的其中一个部分 很重要的部分 是的 没有了这个起头 没有什么叫金曲 所以我们会好好保护你 将你列为我们的文化遗产 要好好保护 对不起 你跟我们老板说 叫他好好保护 对 对 你给他说话 不过其实呢 在香港有些保护文物的这方面的工作 你说做得好也好 你说做得不好 就是愚人饮醉 乱乱自知 全好的 也算是很熬得苦的 是的 所以 有时普浪阶层 那些低下阶层 生活都不太好 所以有些时候 要去当事 是的 你知不知道 香港第一间当铺在哪里 不知道 大家知不知道 第一间又是最古老 在元朗 最古老的那间当铺 即是第一间 是吗 最古老 依然存在的 在元朗 它依然存在 但是 没有营业 没有营业 如果要去打卡 只可以站在门口拍照 它是当一个历史遗迹 这是受保护的历史遗迹 是的 现在是一级历史建筑 是的 二百多年前 哇 叫做什么名字 延朗 舊墟 晋 晋 圆 压 剔手 我小时候也不懂读这个字 我也不懂读这个字 大压 你为什么要大甲呢 你知不知道 香港最古老的电影院 在哪里 不知道 最古老的人我就知道 不是 是我 你不用怕 你以为我又说你 他针针捉住我 我说我 不是 因为你刚才唱的歌 对于我来说 真的是历史文物 但是你也厚乱乱乱 是的 所以我都说我是最古老的人 来 继续看 最古老的电影是谁 Chris也厚乱乱乱 听得多 你有没有拉他下水 最古老的电影院 在北角的黄都电影院 因为它是第一间 你知道吗 你只能说在北角的黄都电影院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 北角对于我来说 好像外国那么远 你知道吗 我们住在九龙 我觉得九龙是不知在哪里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 出门口是一件很紧张的 第一要穿得很整齐 真的要很整齐 第二就是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 坐巴士也好 坐的士也好 有一种急尿的感觉 你明白吗 因为很兴奋 你明白吗 没有什么机会 所以你刚才 不是你刚才说 去这个 我现在都很兴奋 可不可以停机 很远 北角 黄都电影院 因为它是第一个 它说到它的结构 是叫做拱拱 即是飞拱赢 对 好像飞机那样拱起 那就是 你很兴奋 看到一个飞字 想起一个机 好像飞机那样拱起 哇 可以 这个当时叫做黄都戏院 但之前有个名字叫做船工戏院 这个真的很古旧的名字 船工 为什么叫船工戏院 因为那里 原本它旁边有个地方 叫船工舞厅 不知道夜中会还是舞厅 那时候很正经 有交際化 后来就改了名字叫做黄都 但我知道那个建筑真的挺漂亮的 因为我有一次 开车 我其中一个行内的朋友 唱歌的 我说我是谁 他对于建筑方面很有认识 开车经过那里 他指着那里 他解释那个建筑给我听 所以我对于 北角这间戏院 我是很有印象 你有印象 你在那段演出过吗 休息一会儿 休息一会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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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Shall I say Will it be a sin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 man's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For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 man's to be Take my hand Take my whole life too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If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只愿生生世世 永不分离 无爱的心灵 会在寂寞中消失 无梦的人生 更是空虚 若说爱是春梦 纵然是梦也美 真爱难求 真情难语 谁能不珍惜 为什么你要来 为什么你要去 为什么爱像青烟消失在夕阳里 我说爱是春梦 纵然是梦也美 但是梦也美 真爱难求 真情难语 只能不珍惜 只能不珍惜 为什么你要来 为什么你要去 为什么爱像青烟消失在夕阳里 我爱像青烟消失在夕阳里 我爱像青烟消失在夕阳里 刚才提到香港最古老的电影院 你说是黄都戏院 它的前身就是船工戏院 但同时它的特色也在于建筑 建筑的风格里包括有飞拱 飞拱就是飞机突起 说个人说笑的 我都知道 因为你是读建筑系的 但建筑系里面 也有一种建筑的方式 叫做歌德式建筑 飞拱就是歌德式建筑里面的其中一种风格 它就是香港第一间建筑物 是用这个 有这个特色的 所以一路走来的时候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值得保留的 就好好去珍惜了 不过你刚才唱过一首《作夜梦云钟》 又聊起我在青春发育的时候 小时候 我想那时候应该上了方一 上了方一了 但是我听的时候是 Francis的版本 叶丽怡的版本 所以你刚才一唱的时候 那些回忆回来 但是 你不要这样的反应 但是另一方面 我刚才在听的时候 再细心想想 这首歌原来是辉哥作曲的 是的 然后《孟君填词》 然后我想 是的 小时候 曾经报主里面 有一个叫做《孟君信伤》 有象 我不懂的 但我听的时候很出名 就是《孟君》 然后我知道它是一个小说家 但是我便 原来它有写过填词的 刚才那首作《夜梦云中》 就是它 但是我在听的时候 我觉得 虽然七十年代 我们在过着艱苦的生活 但是其实真的很有人情味 是的 那个内容 是的 是的 孟君对于你来说 有什么影响 没有什么大影响 真的没有什么影响 唱它这首歌 我觉得它的内容很漂亮 写得很好 是的 灰哥的作曲 真的没有得挥 很文艺 嗯 够了够了 够了 我们现在要说些什么 是呀 嫌弃我 不是嫌弃 因为我们今天内容太丰富 不可以说其他东西 不如这样 你记不记得 在香港最初的四大百货公司 是哪四间 哇 你真是问错人了 真是 没有人说问对 不敢说 不敢说 在我的记忆里面 我知道有 仙思 瑞卿 农子行 农子行 农子行未入流 未入流 仙思 瑞卿 永安 还有一间 很少人记得 是大新 哇 不懂 是 那现在 永安和仙思 还在 仙思 开了一百二十四年 哇 永安是一百一十六年 那两间 早三十年前 已经不玩了 就是大新 大新 和瑞卿 瑞卿 瑞卿 瑞卿在什么 瑞卿 在九龙 在尖沙咀 在现在 在半岛酒店骨头 九龙 Karlun Hotel 是的 是的 大新 在中环 对着那时 有间 叫做 大铜酒家 好 一间大铜酒家 一间是金龙酒家 但是 现在还在这儿 大新的位置 现在什么取代了它 现在是一间 写字楼 楼下 以前曾经有间银行 现在又改了第二间 不知道哪间银行 大新大银行 它隔离就是南风中心的 在中环 中上环 它再隔几间就是李寶春大厦 再隔李寶春大厦隔离 最初以前有一间叫做新世界戏园 现在曾经叫做唯德广场 现在叫做李錦记大厦 这个就是中环的布局 你会看到你在说话的时候 我眼神是怎样的 发光 是啊 好像回到我那时候 不是啊 很羡慕 很欣赏你 原来你这么有内涵 你刚才所说的东西真的很棒 原来你是这一方面的百科传书 你说得这么详细 是walking history 你不是walking legend OK 多谢 是 但是真的 你这样讲 因为有些部分我真的不太懂 譬如你大身 你甚至认为大身的原子 它周遭 我想对于在中环 就是翻过工的朋友 我们的爹地妈咪 我们的爷爷 可能他们的回忆就在 但是 你刚才所说 那些四大百科公司 其实是港资的 港资 全部港资 然后慢慢 其实香港的百科业 就渗入到有英资 日资 是不是 是新加坡的波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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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很多 以前很多银行都是港资的 就是由那些叫做 以前中国人去 去存钱 就是把钱放在别人的那些 钱庄 以前很多钱庄 后来变成 叫做 交换店 银行 银行 因为银行的名字 是在外面进来的 是西方地方 存进来的 但是 中国本身是有钱庄 既然是钱庄 其实是银行的做法 就变成了 现时 后来改了名字 叫银行 你很聪明 我觉得典故说得很清楚 谢谢你 那些东西在涌出来 突然涌出来 好啊 但是 其实我们的生活都一直改变 我们小时候去百货公司的时候 很大件事 是啊 除了百货公司 还有很多香港的特产 这些品牌 例如现在还在做的 有鹅鱼书 是吧 有李甘记 我记得那时候有伊人书 是吧 没有了 有淘大 淘大就是醬油 有红A 有红A 红A就是 甜醋 份外香 是的 还在唱 没有了 就是已经是 历史了 变成历史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伊人书 叫Union书 就是集合的伊人书 就有个 山打鞋 哦 这个小时候听得到 是吧 我以前在那里买鞋 因为读书 有钱人 不是 而是 你经过那个山打鞋 你看到那条鞋很漂亮 其实一对黑鞋 绑绑绑 但我记得 我在一些 历史的资料里面看过 当年的山打鞋 他们都carry 就是他们都 卖一些世界著名的 是的 皮鞋 就是入口 有些品牌 依然现在还是很流行的 说那时候买 Clark 不是 还有一只F字头的牌子 Flor whatever 不要紧 something like that 然后呢 五十几元一对鞋 那关键很厉害 很厉害 因为 你说一元十个蛋撻 是啊 一元十个蛋撻 五十几元一对鞋 我记得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 老公人 五十元一个月 哦 哇 是啊 嗯 比如说 加到六六六七十元 已经很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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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当然啦 社会一路夜日进步 是的 是的 有些觉得自己做不住 不如不要做 就更好 嗯 还有些转型 是的 不過你刚才所说的 就是在转型方面 你刚才所说的 曾几何时的品牌 有些仍然在 有些仍然在 有些仍然消失了 在这个 时代的洪流里面 是 但是我们经过的话 因为那个媒体的关系 那些仍然有很多 失败令心 我想起一间 还有一间 很出名的 陈耳斋 有没有听过 听过 听过 现在还在 他真是专买一些 陈耳斋最美的 山楂饼 云片糕 有没有听过云片糕 有没有听过云片糕 另外一个是 那些小孩如果是生殖 就是吃那些 花塔饼 不是 Sorry 正好 生殖 但是陈耳斋 那个叫 云片糕 还有一个 不知 我回去看看 好 好 先说这么多 好 好 真是好 我从海边走过 留下了脚印几个 那潮水卷起浪花 把我的脚印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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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曾问我 你曾问我 亲爱的是什么 只怪当时不了解 是你关心我 是你关心我 我从海边走过 我从海边走过 一起那晚雨宽乐 那潮水卷起浪花 把快乐变成寂寞 把快乐变成寂寞 你曾问我 你曾问我 心爱的是什么 只怪当时不了解 是你关心我 我从海边走过 我从海边走过 一起那往日寂寞 那潮水卷起浪花 把快乐变成寂寞 那潮水卷起浪花 把快乐变成寂寞 我 我一说从前的时候 我真的打声十二番精神 因为很多东西都回来了 但是 我觉得自己突然间青春了 因为你刚才所说的东西 究竟我没有经历过呢 我没有看过呢 知道自己都在疑问 但是你这样说的时候 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就是让我们的回忆翻身 譬如陈以泽 我觉得好像又很熟 又好像不是很熟 就是他专买那些 书肉干 杏仁饼 还有一个叫做櫻花软糖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识过 好东西 这么长的 那就是软糖来的 现在还有得买的 櫻花软糖 其实除了陈以泽 其实很多我突然间想起 不是啊 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你讲这些品牌的时候 在民间流行 亦都因应着电视的广告 令到那些品牌更加流行 就是 比如好像 这个 那个叫什么名字 佩夫人指揭露 是不是佩夫人 现在还有得买的 但是包装都跟我们小时候差不多 一样 即是很古老 但是就 你也会喝过 但是你说的指揭露 同一个系列里面 你有没有听过一个产品叫做 什么花寮痰 黑寮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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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黑寮痰 黑寮痰 黑寮痰 有黑寮痰 就不用痰作怪 对 对 对 黑寮痰 亦都是德国的一个产品 有德国黑寮痰 德国黑寮痰 有德国黑寮痰 就不用痰作怪 对 伤风感冒 是 拿来 现在我们就 就是 很多 明白了 他们都明白你 明白 为什么我突然提到黑寮痰 原来当时 在上个世纪 黑寮痰的流行 是德国的制品 原来去到2000年左右 已经停产了 以前是德国制造的 现在的黑寮痰 是中药 是中药的成份 所以我突然间 有些回忆回来 但同时就是黑寮痰 当时在电视广告里面 接着的还有一个叫做 德国何为艳难箱 漂亮漂亮 塗了德国二万箱 就漂亮了 因为小时候 为什么这么深刻印象呢 电视广告呢 那个外国女人 把何为二万箱 放在手袋 一定用何为二万箱 高炒下去 她是穿低胸 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 没有什么机会见到的 所以那个印象很深刻 还有一个 艾罗保露汁 听过没有 没什么了 其实现在呢 在那个 网络的世界里面 有很多资料 我们可以看 或者在图书馆 都有看 金鸡铁树酒 这个我不懂 私募露我就懂 它就是私募露金鸡铁树酒 挺有趣的 有很多产品 在我们小时候 只是知道它的存在 但从来没有接触过 像你所说的私募露一样 那些是大人的东西 不是 在大人的家里 好像很少见到私募露的 好像说有 还有得买的 铁树酒 是不是私募露 不知道 但是铁树酒 还有得买的 嗯 你看到童年回忆的 又或者看着这一辑的感激 跟你遇上 我想在留言上 有些朋友 因为你所说的一些内容 挑起他们成长中 如果大家突然想起 一些什么 你们记得 但我们未讲 很多是我们未讲的 只是讲以前的 可以讲很多集 你们可以写在留言上 说想听些什么 我们尽量 尽我们所能 告诉你 嗯 那你刚才有说 李錦记 是啊 这里 它一直 演变到今时今日 这个牌子还在 其实都是一个百年 是 因为李錦记 好像麦古伯 那些蠔油真的很好吃 嗯 嗯 嗯 是啊 好了 那是时候唱歌了 是不是 都好啊 一场梦 空欢喜 你 梦醒的时候 梦醒的时候 不见你 梦醒的时候不见你 我到哪里 我到哪里 到哪里 到哪里 哪里去找你 你 痴心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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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你伤心到底 我为你 为你抛弃 我到哪里 到哪里哪里去找你 痴心的我 痴心的我 我为你伤心到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我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活着无意义 痴心的我 痴心的我 只因为不能忘了你 我到哪里 到哪里哪里去找你 痴心的我 痴心的我 我为你伤心到底 痴心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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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件事 去看电影也好 去百货公司也好 你说过海 要做得很好 总之出门 但同时 上酒家 上酒楼 也是一件很大的事 对 你知道我小时候 读书要搭巴士 其中一个巴士站 在彌敦道 是近黄上王 飞机餐 我不知道 我小时候 常常站在彌敦道 那间黄上王餐厅 在门口 那大玻璃 看着那些烧鸡 在那里转 在那里转 我希望有一天 可以自己有钱 走入皇上王餐厅 买只鸡 坐下 因为他们的鸡 不是我们中国人吃的鸡 切的 整只 你知道很 很希望有一天 因为皇上王最有名 就是烧鸡 第一家餐厅 所谓叫做飞机餐 这些飞机餐 就是一盘 有主菜 有茶 有饮 有食材 整盘给你的 你觉得很有趣 因为小朋友 很开心 当自己坐飞机 这是飞机餐 另外一件事 你知道我们谈过的 有一只叫做噴火雪糕 我还没试过 你说Bate Alaska Bate Alaska Bate Alaska 但你说到最西面 我真的进去 我小时候的梦想 就是 其中一个梦想 那永远 想像的世界是完美的 那 然后撕开来吃的时候 不好味的 它是 因为小时候 家里对食物的要求高 所以 和家里的鸡 不是这样的味道 所以我吃过一次 所以你说 你知道 当你想像一件事 很美丽的时候 当你真心的经历的时候 有多少人像你这样 越认识你 觉得你越有内涵 越有味道 所以我就去过一次 所以你刚才说 飞机餐也好 因为我已经失望了 吃完那只鸡 应该吃不完那只鸡 我就走了 另外一间 有一间叫车里哥夫 我说是 以前有餐厅 现在没有了餐厅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是卖面包 你哥夫是不是卖七轮包 Cookies 是的 还有他做的啫喱糖 很好吃的 这个还在这里 以前中环有间叫做 南香角 这个我就未 一元十个蛋撻 就在这里 它不是大那些 它是小的 但一元那时候很好用 那时我记得在中环 有些面包铺 买两磅方包 送一磅 都是一元 一元 两磅方包 一元有三磅方包 你继 ear方包 一粗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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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粗 你能同一下就不 Tae 我记得这些 小卖经过看到 我小时候大部分时间出去看医生 不是你喜欢看电影的 我记得你有次告诉我 你睡到半夜起床去看電影 你不要只說看醫生,看電影都開心 那次看電影 你先說看電影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黃都戲院 但突然要補回這件事 那時候黃都戲院是一家很出名 很漂亮的 專門做一流 手輪影片 手輪影片 那晚老媽在家打麻將 你喜歡去街上去街上去看電影 我看九點半 那時候那些戲院 晚上九點半 你不是很早睡嗎 那時候小時候 老媽在打麻將 不是,已經過了看醫生的時期 那時候應該是法一、法二 那時候戲院分 樓下就是前座、中座、後座 樓上就是超等、特等 我懶得聰明 一個人要享受一下 最貴的是我忘記了 超等還是特等 我看了一下睡覺 整齣戲都沒有看過 都不知道那套什麼戲 不記得了 一定是西片 一旦都是做西片 突然間窄醒 我以為是在家裡 因為全黑了 全黑了 我只不記得自己在那裡 咦,不是啊 應該是看電影 只看到那些離遠的燈 就是出路、出口那些 指示牌 後來我就知道 那些客人根本不需要看 你來吧 你們有你的份 你喜歡你的事 做清潔那個也不理我 那我就 那時候你是不是存在的 我以為我已經不見了自己 他們看不到你 看不到 那沒辦法 你們兩個世界的人 他們當然看不到你 不知道 好詭異 我看著他出口 他看著這個年輕人 他都看不到你 我看不到 他又看不到 時運這麼高 這麼害怕 我想我是時運高 不是,那時候好什麼的 好有人情味的 那也推一下你 年輕人 晚了,回家了 我想我是睡到 不搞我 不搞我 這麼害怕 是 很容易失身 還要來 一高 最不起 沒有失蹤 你這麼害怕 他的樓梯全部關燈 那你怎麼辦 你看九點半 九點半 哪知道 人家走光 關燈 只是開了出口 我跟著出口 下去就沒有 全部沒有燈 我扶著樓梯 我想那堂樓梯 走了三四層 因為很高 因為你超等的 下對街 我擔心 擔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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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不是,我想是十二點多 一點左右 我覺得這個故事說 推到它的時候已經天亮了 Dramatic 一點 但是小的,那時候就害怕 真的害怕 真的害怕 你要先離開戲院 你很晚 真的害怕 戲院又大 那怎麼辦 睡到第二天 好害怕 這樣也可以 隨便在別人那裡睡 講完了 好 這個經歷都很深刻 是啊 怪你現在不看電影 這一集就來到這裡 如果大家可以給多點意見 我們喜不喜歡聽這一類 這樣的往事或者歷史 就在留言 留言 留言給我們 大家 我今次就選了一隻 為你歌唱演唱會裡面的 盼三年和三年送給大家 下一集再見 拜拜 嗯 嗯 嗯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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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电信数码呈现 The one and only 只因有理姜培莉演唱会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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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